山西长治长子县仙丹丰山有一处罕见的地理遗迹 至今2.51年的木画石群落 他们是国内唯一的古生代时期的木画石群 4月13日,记者走进仙丰山木画石群 他们都已被保护起来 1993年 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勘察认定 仙丰山木画石群形成于2.51年前的晚二迭纪 树种为古生代的松柏木、大阳山 部分画石树为世界首次发现的新树种 是国内唯一的古生代时期的木画石群 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咱们木画石是远古的树木 经过地壳运动埋藏于地下 又经过几亿2.51年的时间的变迁 然后出漏地表 它里边的木质部分 被水中的二阳化龟所替代 形成了石头 另外从科学的角度说 它也是地球历史的见证者 它见证了2.51多年 这个期间的这个地质的变化 携带着非常多的古地理 古气候的信息 具有非常大的科研价值 苗家旗介绍 保护区内出漏的木画石有324处 其中最粗的直径为1.24米 需要四五个成年男子才能合抱 最细的直径为0.35米 树身最长的14米 首先呢就是用玻璃罩子 把咱们这个木画石全部都保护起来 然后其次也修建了一些这个基础设施 在被玻璃笼罩着的木画石外 许多游客拍照留念 因为这个东西 亿万年前留下的东西非常的正规 这个措施还是比较好 以后能长久的保留下来 给咱们的自尊后代看一看